爹 我求求您了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爹 我求求您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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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 就是不出来见孩儿一面 孩儿就跪死在你的门前 爹 弟子虚竹 今日就要离开这个 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少李寺对我的教诲 弟子定会谨记于心 永不忘记 主人 我们还是赶快去找段公子吧 嗯 听学生坊长说 我三弟被鞠魔痣打伤 让我大哥救走了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主人 是肖大侠 二弟 大哥 大哥 二弟 肖大侠 两位姑娘 大哥 三弟他怎么样 伤势不要紧吧 不用担心 我已替三弟注入真气 他的伤势已无大碍 只是 这山上风打 不宜养伤 我已经将他送到山下 我依附乔三怀的旧居 我离开的时候 他睡着了 这时候 他也该醒了 那 大哥 我们现在下山去找他吧 走 来 来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把我从万节谷救下来的 钟灵姑娘对不对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们还曾经 一起在冷水潭下 你还说 在冷水潭下一起逃生吗 怎么就不能说了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可你还记得这些 那你真的没有忘记我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 对了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你为什么又会在这里 你问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还要问你呢 为什么自从 你出了万节谷以后 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这么说你是在怪我了 当然怪了 你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好 妹妹 这段时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好妹妹 你现在叫得这么亲热 你当初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气不过 就到镇南王府去找你 我才知道 原来你被那个臭和尚 给抓走了 我 我急得不得了呢 到处找你 我叫你好妹妹 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啊 反正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你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爹跟你娘的事情 你娘她没有跟你说吗 说什么呀 你和你爹走了以后 我娘就晕倒了 然后身体就一直不好 见到我就流泪 我逗她 她也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她一句话也没跟你说 那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了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你是 你是我的 是我的 你还说 那天从事物出来 你抱着我 一下子见到了那么多人 我当时又怕又羞的 我就把眼睛闭上了 可是 你爹跟你说的话 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但是 你绝对不能找三妻四妾 钟灵 你现在还不知道 这中间的事情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是不能在一起的 我就知道 一定是穆姐姐 不让你跟我在一起的 不是她 其实 她也是我的 那不是她不让 那就是你嫌弃我了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 你都抱过人家了 而且还是当着我爹娘 和那么多人的面前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让你嫌弃我 不是不是 不是你不好 是我不好 我不好 就是你不好 我没嫌弃你 你倒嫌弃我了 你难道忘了吗 我们还曾经生死与共呢 这个 这件事也太难开口了 可不说又不行 但我要真说了 他们一哭起来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这样 等咱们的爹 来跟你说这件事情吧 什么咱们的爹啊 你又不要我 我干吗要管你爹叫爹呢 不叫 好吧 我爹暂时还不是你的爹 当然了 对了 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而且还找到了我 我找到你是纯属巧合 我一路找你找到了中原 那说来也巧 我前几天 正好碰到岳老三他们 他们说要弄什么 武林大会 而且天下的英雄都要来 我也想你这么喜欢凑热闹 于是 我就一路上跟踪他们 你也知道 我一个小姑娘 又不能上少林寺 所以我就在这小木屋里住下 等你 好妹妹 看来你为了找我 这一路上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你知道就好了 我本来以为 还要再多等几天的 没想到我出去采野菜 回来就看到你躺在这里 你说 这要不是老天爷的安排 哪会有这么巧的事 你怎么不回答呀 你怎么不回答呀 你是不是在想着穆姐姐 我确实很想念完美 但是我又不该再想她 你别解释了 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 见一个爱一个的花心大萝卜 我就不给你熬鸡汤了 居然有鸡汤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一见到你 就有鸡汤喝 看你受伤了 这次就原谅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行了 行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阿子姑娘 这儿有户人家 我们先歇歇脚再赶路吧 屋里有人吗 请问屋里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请问有人在吗 有没有人啊 有人在吗 是他 怎么 你认识他 是 你还真认识他 你认识的这个姑娘 她好像是个瞎子啊 你快别说了 好像 屋里的人怎么还不死出来 再不出来 本姑娘就把这屋子给烧了 她怎么这么凶啊 她不会真的烧死我们吧 别说了 屋里好像没人 我们先躲起来 阿子姑娘 走 她怎么这么凶啊 我扶你进屋看看 阿子姑娘 来 我扶你坐下 好 也不知道姐夫怎么样了 这个床好像有人睡过 还是热的 可能是我们来之前 他们走了吧 这里有碗鸡汤 我来喂你 我才不喝别人剩下的呢 喝我的吉他还挺爱的 好像有人 我亲眼看到庄俊贤 跟那个阿子进屋里去了 你们几个 快去把这件事情 告诉宋长老 是 是 庄大哥 一个都不要放过 我知道了 好 自寻死 阿子姑娘 该帮人都失重 他们很快就会找来的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也好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真的走了 她怎么又跟庄俊贤在一起了 原来那个阿子姑娘 喜欢丑八怪 不喜欢你啊 她当然不喜欢我了 她可是我的亲妹妹啊 她是你的亲妹妹啊 我爹早就跟我说过 你爹不是什么好东西 到处勾引人家老婆 还好我娘从来都不出谷 要不然啊 我真担心我也是你妹妹 其实 你就是我亲 还想躲 想瞒过我的耳朵 别做梦 庄大哥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打死他们算了 好 住手 我们两个不是坏人 是啊 别打别打 我们不是坏人 怎么会有个女人的声音 阿子姑娘 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小姑娘 这个男的还在少林寺 武林大会上出现过 不过他好像受了伤了 那个小姑娘 瞪着一双大眼睛 一直看着你 一双大眼睛 那他眼睛一定很好看 他的眼睛倒也不是很好看 不过很激烈 好 庄大哥 你把他眼睛挖出来 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要挖他的眼睛啊 丁老官弄瞎了我的眼睛 你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好给我换上 行不通 一定行不通的 你瞧你长得挺漂亮的 心肠居然这么狠毒 你的声音这么好听 眼睛一定很好用了 张大哥 快动手 我就要这姑娘的眼珠子了 好 不要挖我的眼睛啊 住手 不要挖我的眼睛啊 住手 张大哥 一定要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我们是一家人 有血缘关系的 我的眼睛一定更适合你 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张大哥 还等什么 快动手啊 好 你 走开 你 走开 张大哥 张大哥 快点 把他眼睛挖出来 好给我换上 快 住手 你干什么 你 大侠 救命啊 他们想挖我的眼睛 还推倒我段大哥 三弟 你怎么了 三弟 三弟 姐夫 是你吗 阿子 是我 没错 姐夫 真的是你啊 阿子好担心你啊 来 快坐下 三弟 你哪儿不舒服 这儿 这儿吗 主人 快给段公子用九转熊车玩吧 对啊 我怎么给忘了 我来 阿子 你为什么一声不响的 你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就跑出来了 我怕我爹娘带我回大理 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所以我就跑出来找你了 大哥 三弟 你们千万别让他挖了钟姑娘的眼睛 钟姑娘她是我的好妹妹 你放心 没有人再敢害这位钟姑娘了 你好好休息吧 是啊 三弟 你就别担心了 段大哥 既然你大哥和二哥都这么说 你就不要再为我担心了 不过 你何时多了两个哥哥 他们是我的结拜兄弟 他们是我的结拜兄弟 他是姐夫的结拜兄弟 又姓段 原来 他就是爹在少林寺帝国的儿子段玉 我的哥哥 是 难道 公子就这样 常规着不起来吗 我们已经劝过他了 他不听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看来 只能在这儿等老爷出来了 可是 要是老爷不给公子答案 那我们怎么办 难不成 彪哥 挖别人眼睛给自己换上 真的是太胡闹了 我胡闹 我想治好我的眼睛 难道有错吗 阿子 你想治好自己的眼睛 那也不能挖别人的眼睛啊 阿子 你相信我 我不会一直让你看不见的 只要能找到 可以医好你的大夫 能医好你的药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姐夫 我好怕你因为我眼睛瞎了 就嫌弃我 不理我了 这几天我常常做噩梦 梦见你让我滚得远远的 不要再来烦你了 傻丫头 做噩梦怎么能当真呢 我知道 我常常给你添乱 给你惹祸 我以后都不会了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可要说到走到 我做得到 只要你开心 无论什么我都能做得到 是吗 对了 我不是将你交给你爹娘了吗 你怎么跟这个庄俱贤在一起 庄大哥是陪我一起来找你的 你爹娘肯定急坏了 你还是跟他们回大理吧 你现在眼前不方便 大理王府中有人可以照顾你啊 我回大理干什么呀 我娘又不是真的王妃 我回到大理 王府中勾心斗角的事太多了 再说了 我爹的那些手下 恨我恨得要命 现在我眼睛瞎了 他们还不趁这个机会整死我呀 你这么任性 简直太让人担心了 要不 你跟我回大理 你整天这样瞎闯胡闹的 谁知道你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我会照顾阿子姑娘 不会让她有事的 你如果真能照顾阿子 就不该让她身处险境 姐夫 你别怪庄大哥 是我要求她陪我的 她挑起丐帮和少林纷争 令江湖不安居心捕测 在邵氏山下 又毫无立场可言 当时阿子威在旦夕 我是被迫在听命御丁春秋 你这刘人 凭什么跟我谈立场 你又有什么立场可言 你 今天我确定自己是遥人 我的身份就是我的立场 我不会随风摇歪 更不会受人威胁 是啊 大哥 你我虽然相识不久 但是在邵氏山下一站 你的为人气魄全然展现 我绝对相信 你是个顶天立地 正气里人的好男儿 是我的好大哥 二弟 谢谢你 大哥 你别说谢 我们是兄弟啊 姐夫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挑剔 庄大哥这么照顾我 你也怀疑他 他行径不合常理 我不得不怀疑他 阿子 你年纪还小 我怕你被人蒙蔽 被人利用却不自知 姐夫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什么被人蒙蔽 被人利用 我知道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认为是错的 如果这位庄公子真的是好 他就不会答应你 把那位钟姑娘的眼睛弄下 这样一个是非不明 和一百不分之人 我怎么放心 让他跟你在一起 就是 更何况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 这种医术 你这念头 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大哥 我看阿子姑娘的眼睛 是表面一层被灼伤了 要是这样的话 说不定换上一双眼珠子 真的能够复明呢 你说的是真的 太好了 叙主先生 这就有一个现成呢 就划刚才那个姑娘的吧 好好爱爱我吧 好好爱爱我吧 日子不多了 没有不屑的话 不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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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下去的落叶 不败的方 不过是一句话 不败的 found 不败的方 有何人员 不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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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 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假如牵不到你的手 我会把感情收回来 抬起你的头来看我 告诉我你爱不爱 请你对我说个明白 我默默的人爱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 我不能天天空等待 假如牵不到你的手 我会把感情收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